这怎么天天看选择 自己都不敢报名 我觉得都挺入宿 我不是特别的 所以最后是女儿推了您 您对这个岁数的要求有吗 你老瞧你闺女 是你闺女来找还是你找 她看着我中间是不是有点 算点成一线了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她其实是看您的 我当时我那想过 对吧 老还瞧我们何叔 不知道什么 你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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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场环节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我们这位女士 讲话的这个选择 天天都看 她一定见过我们何叔叔吧 见过吧 对 这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今儿在场上 扒眼前一亮 不是这么回事 别一棵树上掉死 还有好多森林的 更多精彩 尽在选择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选择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九点零九分 准备选后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叶 参与选择的方式 633127525的热线电话 那现在呢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有范小程序 加入到选择的队伍当中来 那今天呢 我们依然是有 这个很多的朋友 来到了我们的选择 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心理专家王爷老师 导演演员木 李欣老师 欢迎两位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陪选团的朋友们 给大家介绍一下 和平71岁北京人 离异银行职员退休 袁东生67岁北京人 先丧偶后离异国企职员退休 刘青58岁北京人 离异企业退休 黄立新55岁 离异北京人 企业管理退休 那欢迎我们陪选团的朋友 他们会全程参与 我们的选择与被选择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 亲友助力团 同样也欢迎他们 欢迎两位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要登场了 那首先请上我们的 一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 大家好 你好 欢迎欢迎 来请坐 我们的一号女士 紧张吗 有点 有一点是吧 没关系 这个应该老看选择 是不是 对 每天都看 对啊 那应该跟我们都很熟 才对了 是不是 那样 没关系 这个慢慢地进入到选择 你会发现 这就是一个大家庭 很多朋友在一起 有玩伴的过程当中 能找到自己 未来幸福的另外一半 挺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一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胡凤英 59岁 离异 职业是个体 北京人 那胡女士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 是女环节 我们来看看 她的关键词 有两个 女儿给报的名 丧偶是婚姻 这怎么天天看选择 自己都不敢报名啊 我觉得都挺优秀的 我不是特别的 所以最后是女儿 推了您一把 是吧 对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 报名那天 女儿说我要给你报名了 然后您怎么说的 她先跟我报 后友跟我说的 报完了跟我说的 你这眼睛使劲 使劲劲 那看来规矩就在现场 是 女儿是吧 这个怎么想到 给妈妈报名的呀 因为是这样 就是 我们每次 不好意思 就是 我可能陪我妈的时间 比较少 然后 我妈妈的婚姻 也不是很幸福 所以就是 每次我回到家 都会看到我妈妈 在看选择 然后 一开始对于节目 其实不是很理解 然后 慢慢地去关注她 她可能刚开始 会跟我们说 她想去旅游 但是 因为我现在属于 创业阶段 所以 我没有时间 带她去旅游 所以我就觉得 我需要给妈妈 找一个伴侣 需要有一个人去 和我一起去 关爱她 然后我也没有 直接给我妈妈报 我也没有直接 跟她说 因为我觉得 他们这个年龄 可能或多或少 会有一点点 要面子 或者说 会顾虑孩子的想法 然后我和我老公 都是说 你去 没关系 只要你幸福 我们都能同意 你不用担心我们 就觉得有个闺女 真好 我就想说这话 真的有这么个闺女 多好 对 跟我一起 一起关爱妈妈 这太 太暖人心了 就是能很细致地 去体会妈妈的 这种感受 女儿是妈妈的 小苗 可惜我没有 看到她站在 她妈的角度上 她已经很不错了 您的孩子 对您怎么 我的孩子 跟那孩子一样 非常热情 像今天打车过来 都是孩子给打 女儿对你的终身大事 是很关心的 对 所以其实 女儿给你报名 是不是内心也 挺期待这事的 对 那你的想象当中 你希望是一个 什么样的先生 陪在你的身边 我希望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俩 就是能够互相关心 互相去爱 互相理解 就行了 那她比方说年龄 那个人的高碍胖瘦 她的就是什么类型的那种 会有吗 想象过吗 也没有太大的那个什么 去想 您是59岁 对 还很年轻 也身体也很好 对 对 那你为什么还担心 你妈连60都不到 出去玩 你的东南无省 也就十几天吧 你担心她啥 妈妈有一点点的低血糖 就是去检查没有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没有吃早饭 然后比如说大家一块出去玩 早上挺兴奋的 早饭没吃 然后她有可能会犯低血糖 所以她如果真的有低血糖 有可能就会晕 对 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她身边一定是要有个人 虽然说有很多朋友在 但是不一样的 其实就是没有低血糖 有个人相伴着 他也是幸福 有人说什么叫幸福 不是有多少钱 是有一个人 他老能懂你 对吧 对 聊什么天 他老能接着你 不是 是今天一兴奋了 没吃早饭 他惦记着说你给你吃块糖 你别过会儿低血糖了 有人说了 早饭在我兜里 拿着来 要不谁还关注你吃没吃早饭 是的 但我觉得这个也要诚心一下 大家一定要放心 跟着我们选择走 这个是放心的 因为我们编导会全程跟着的 对我们编导那么细致 方方面面都想的是很周到的 不用担心 因为我没跟他们离开时间长过 所以说他们比较惦念 对啊 有可能在女儿心中啊 这就是个宝宝 你知道吗 对 放心 他们现在就拿我当小孩 他怎么弄啊 他一个人出去行嘛 是吧 所以也可能是就没撒过手 就知道每天回来 他跟顾问都说 吃饭了吗 有时候到底能打电话 吃饭没有 不你那感觉是挺像一个 胖乎乎的 大宝宝的 是 这个我们说示弱嘛 其实母亲都一样 如果你特别示弱 女儿就很牵挂你 就像我这样的 没有人关心的 他觉得你可把自己 照料的挺好的 你可不需要 所以不会说问长问短 所以我要学您 我也要学您这样子 是吧 我早就说过 王老师 咱俩这种类型不行 就得像我们这姐姐这样的 这样才会有男人疼 何说 何说 你们男士喜欢这种女士的感觉吗 其实男士大部分 好像都喜欢一种 就比较娇小而温柔的 男士都喜欢比较柔弱的女人 百分之九十九吧 可是我在想 你以前干什么的呀 铁路三产上班 完了 就是第一批买断的时候 我就买断了 买断以后 我们就跟我父母 哥们我们一块 就是做买 您做什么生意啊 卖烟 那您负责的是哪部分呢 我就是负责去拉货 去上院 所以不总跟客人打交道 是不是 对 根本不跟客人 就是只是跟烟厂 我们去上那 哦 你们都从烟厂直接 那你们都不是简单的 应该是批发了 是不是 对 那下就是批发 对 那后来呢 一直做这个生意吗 完了08年 我母亲去世以后 我就自己 就有一个小门脸 自己干 对 这不就面对人了吗 是不是 还是卖烟酒 对 就是 这只是在小区里头 不是对外头 生意好做吗 也不好做 就你一个人 对 那会儿没有什么 哥哥姐姐 那已经 我母亲去世以后 就都个人干个人 就不在一块了 所以一直就在干那个吗 嗯 对 到现在还在做吗 现在不干了 有 他们干了以后 他们就不让我干了 让我在家待着 哦 那他生意就做好了 有的人也不好 也有倒闭的 那你说白了 做生意 你有的命 现在是到了 这个享受生活的时候了 是不是 那这两年 不做生意了 都忙些什么呀 也没干什么 就是溜溜弯 嗯 早晨 起来晚了 我们那边离公园近 嗯 就去公园上午六个弯 晚上六个弯 嗯 剩下就看选择了 是吗 嗯 晚上到点就看选择了 嗯 因为有 有 你们家有两只狗嘛 早晨六回 晚上 所以现在的状态 应该还挺好 对 女儿他们 应该结婚 还有孩子吗 现在 我们没有孩子 没有 你也不用给看孩子 对 那就等着 找个人 过二人世界 那还是有这个问题 那女儿万一有孩子了 你又回去了 说老伴呀 跟我一起回来看孩子吧 这个不用担心 是这样 就是我们之前有过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 就是可能不太适合药 所以就是 我之所以能够让我妈妈 现在出去 就是为了 可能近几年 我们都不会考虑要孩子 而且我跟我老公 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更想创业 更想有自己的二人世界 如果说我妈妈不是说 就一定要抱孙子的话 我们也许也不会要 所以就是 现在全家的中心 就是以我妈妈的幸福为主 你看你 要孩子也是为了我 太幸福了 如果我在家待着自己 也是闷的话 这么说要个孩子 让我给他们 您这在家影响力太大了 您看我们姐姐是这样 那在家里显然说一不二 是不是 为了您 人都可以生个孩子 你知道生个孩子 这养可费劲了 他们反正是开始 他们也是不愿意 您可以 在家里份量是足够的 那您在家里没事看选择 有没有合适的 您觉得 那天播的这位先生 还不错 挺合我心意的 这个长得挺帅的 这个脾气不错 那个倒没 我觉得我自己 没有人的优秀 没有人的好 所以说 不是 优秀是一回事 咱喜不喜欢是一回事 就没有一个让您 还有点 这些先生不错那种感觉 你看我们这俩先生 挺好 对吧 我们和叔 虽然我叫他和叔 但人家岁数没那么大 其实 那个袁先生是六十 六十七 六十七 五六的 是猴子 然后都有房子 袁先生有是吧 我们和叔有 和叔是有一女儿 对 袁先生呢 没孩子 没有孩子 就一个人 单纯的可以过二人世界 上午的 没关系 我们和叔是 林毅已经有三十年了 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二十 二十鱼 您对这个岁数的要求有吗 你老瞟你闺女 是你闺女来找 还是你找啊 要不我问问你闺女 你想找个啥样呢 不是 他看他 我中间是不是有点 没有 三点乘一线了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他其实是看您的呀 我倒不是往那儿想 我这时候 对吧 老大嫂 我们和叔 你聊馅了 也许我们和叔 真挺好的 虽然其实我有点 舍不得不把他架出去 但是这个 老师们单着也不合适 您要觉得我们和叔行 也可以谈谈 我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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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一号还没见 先把你相当了 可以啊 大姐你已经放行 就大胆的 可以 不要朋友念念 看我们姐姐老是不好意思的 你来 来 五十九 谢谢啊 您好 来 其实您看着我挺好的吧 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这个年龄上有点差 嗯 您看我七十一了 您是六十 差一点是吧 讲你十岁 另外一点您会也开车吗 会 那行 挺好的 技术一定不错吧 凑合吧 反正好长时间没开了呀 是没车呢还是不想开了 有车他们就不让我开了 哦 那对那还挺关心的 对 他俩等他俩一省了我就很少开车 我看您的女儿挺好的 对 我也是个女儿 是吧 对 反正他们时不时的就是打那咋听 关心关心 不是问这个就问那个 要不就问怎么样了 我们就在一块儿住 对 所以这个事呢 咱们就是加进点速度 争取在有限的这个生命里边 把这问题解决了 您也是这么想的吧 是吧 是吧 对 您看您有什么可想了解的 就是您闺女跟一块儿住吗 目前没结婚呢 在我这儿 但是已经是万事俱备 只限冬风了 两孩子愿意玩 不需要我什么 不需要 我的孩子干活说 我的事你什么都不用想 您是吧 您自己身体闹好了 将来把老伴找好了 这就行了 我觉得挺般配的 跟您呢 跟我就差点伙子了 您原先干什么 我原来最后是在银行 没有啥 对 在银行就是有钱的 不是咱们的 人家的 对 人家的是吧 因为我这方面做的还行 怎么了 哪方面做的行 可说 完整说完了 但是我们何叔有一个巨大的优点 小辣百姓 做的巨好 我给你讲 而且何叔特别有心 这个自从我在节目里不停的说 何叔 你说你会做 你不给我们带 之后 我们何叔每次来啊 次次来啊 都给我们带那么多好吃的 其实带着好吃的 我心里边 您是怎么知道 有时候因为什么的 因为他们每天都挺辛苦 对 中国吃的饭呢 也比较简单 因为比较忙嘛 对 所以我有时候就心弄他们 你看 多有爱心 如果他们跟我这孩子也没打多少 是吧 都为什么叫叔叔 靠谱 特别靠谱 靠谱 是吧 是 你看 挺好的一个人 您挺有眼光的 行 两位老师觉得他们聊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那个何大哥一直是特幽默的人 就他那幽默是样出来的 不是说自个儿 华仲俱种 不是 很平静的大 开车吗 会吗 什么水平 我要是你 我就回答 开的不好 很久没扣分了 但是我觉得还真的要考虑考虑 因为第一个来讲 这个人这个长相你也知道了 就是看着就比较顺眼 然后呢 跟你一样 你小的时候肯定也特别好看 不是一般的好看 是不是 对吧 我小儿的照片这俩一定是那个 年画里头的人 再有一个呢 都是闺女 就是 她的闺女也特别好 就特别关心她 然后您这个闺女就没得说了 是吧 然后我们其实到了这个岁数 是为了让孩子放心 省得惦记你 你说是吧 然后相伴着 一起慢慢变老 我觉得何叔 这次机会你必须给我抓住 还差一句话呀 您还有什么想问的事 或者想关心我的那个事 您可以说 可以问问 没了 真没了 那就说无怨无悔了 毫无怨言了 你再聊得多 人无怨无悔你也带人走了 那就从了呗 这些考虑了 你看这个 等一下 人归宇在这 你们俩有点私令终身的感觉 有时候说我走时了 这不忘了 真的 行不行 走时了 你把你第一次来选择 走时了 一号先生 二号先生都没见过呢 然后直接就被我们何叔给带走了 这行不 我想夸一下叔叔 就是早上我在门口等的时候 然后看见叔叔来了 就是整体觉得 就挺可爱的一个叔叔 没有其他感觉 然后我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 反正是叔叔认识了一个人 然后叔叔就从包里 好费劲 好费心的 然后掏出了一个恶交 给到那个小姐姐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举动 包括刚才叔叔说就是 他看到你们平时吃饭 就都很简单 然后他会去给你们就是 比如说带一些好吃的 对 让好吃的 就能够看出来就是 叔叔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对 我觉得其实我给妈妈 包括妈妈想找的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 包括说 我不希望你有花言巧语 或者怎么样 但是就大家很朴实 然后我跟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能很开心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对 对 对 和叔叔真的必须要夸一下 不不能夸 恶交给谁了 老实交代 不是 姑娘 不是 穿招了 穿招了 是不是 不是 和叔每次想偷偷摸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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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不是 是不是就网络说呀 不是 这时候就网络说 那往后 可得注意啊 可得注意啊 可得从上去 哎 和叔我说要夸一下是什么呀 你看他以前吧 给我们带什么糖饼 给我们带那个烧饼 加肉 那真的 大老远的来了 还是热的呢 嗯 于想他有多细致 和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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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关键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这个 和大哥的 他那个性格特别稳定 对 他不是说那个好的时候 哎呀那媳妇不好 怎么回事 他不是那样 他永远是 他发怒也是 哎别这样了啊 在这儿有人要发脾气了 他会那样的说话 嗯 稳定的情绪 对这生活很重要的 啊 而且吧我们这位女士 嗯 讲话的这个选择 天天都看 她一定 见过我们和叔叔吧 见过吧 嗯 对哎 这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今儿在场上 扒眼前一亮 不是这么回事 对 人家才叫真正的卧底 火眼金睛 所以啊 我跟你讲 那次日苑姐姐被人牵走了 那不是说那天一见钟情 对 那都在节目里看了 无数次觉得 一无之女的 长得好看 笑起来美 上一次您没来 然后日苑姐姐回来了 我就专门审了一下 我被人带走了 不是都准备这个定终身了吗 行 不是要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谢谢您 这也是我想说的 对吧 然后她说 不成无形又回来了 对 但您不要这样 您最好被我们姐姐带走 就别回来了 其实大十岁八岁不算大 哼 只要有演员 大一点都行 包括我在内 我说五岁以下 还特别精致 跟我一边大都行 我们还真的了解了解 我们女士的婚姻的情况 刚才女儿也提到了一点 说您这个 其实之前的婚姻不是特别幸福 对 我看用的叫丧偶式婚姻 对 就婚姻其实时间还是蛮长的 对 有多少年 三十来年吧 但是真正在一起过 有过了多久 没有多久 能有一半的时间 没有 十年 差不多了 也就那样吧 她是干嘛 那忙什么呀 她不在家 她是火车司机嘛 本身她的性质就是 不怎么在家 在家上回来呢 她又不着家 干嘛去啊 她就去比较爱玩 玩牌去是不是 对 明白了 孩子从小她也没管过 那她老二玩牌 那个钱从哪来呀 她有火车司机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事 我打结婚 她就没交过我工资 太多的话也 你替她还账过是吗 对 同工还过几笔大的呀 那就不好说了 就合着你一边在一边挣钱 一边你要给她还账 是吗 对 打牌赌钱 好人能干这个吗 人家一直管玩牌去 不回家 对吧 就跟上后似的 假的没那男的一样 所以她女儿跟她妈 感觉这么好 这一辈子看见她妈 怎么 因为她爸管她的少 她妈管她的多呀 她孩子谁管的多 她就跟谁亲 其实女儿是不是 也是因为这样 觉得妈妈这一辈子 特别不容易 是吧 妈妈属于是 其实她挺渴望婚姻 她挺渴望幸福 然后 妈妈年轻的时候 和姥姥她们一起做生意 所以她其实 需要一个人来关爱她 但是我是属于 从小被妈妈宠大的 可能那个时候 不太懂去关心妈妈 就只会索取 就会 对妈妈有很多要求 然后妈妈就是 尽可能的去满足我 包括妈妈 对爸爸也是一样的 就是 爸爸去赌我也好 或者说她输了钱 其实爸爸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两个人 就是不在一个 不在一个平行线上 所以就是 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相对来说 可能爸爸会 有一点点自私 她不会去考虑妈妈那么多 而且她觉得可能 她太女强人了 我不喜欢她那样 但是其实妈妈 只是在工作上面很女强人 因为没有办法 她需要撑起家 确实像妈妈说的 爸爸不往家交钱的 她给我钱都是很少数的 可能赢了钱会给我点 或者妈妈说 你给她点生活费吧 爸爸会给我点 但是基本上没有 所以就是相当于丧失婚姻 就是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妈妈这边挣着钱 还得给爸爸还赌债 是的 然后还需要养婚 而且我也比较任性 那个时候就是想要什么都要买 对 所以就是其实妈妈很累的 然后 所以包括说 为什么选选择 为什么让妈妈去找一个叔 对叔叔的要求没有很高 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一定要对我妈妈好 其他都可以 对 所以我真的是想要她 所以她有没有房 她是不是北京的 她退休金有多少 可能都不是很重要 是吧 我觉得有个房是可以的 就是因为妈妈现在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 因为她不放心我们 她可能担心我们下了班 回家都没有饭吃 所以她舍不得跟我们分开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真的能够稳定的情况下 其实我想让妈妈 有自己的生活 嗯 是 要过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嗯 其实我也能感受到 可能那段婚姻当中 不光是没有陪伴 也没有感受到爱 没有 嗯 这一辈子如果都没有体会到 爱情的感受 其实也挺可惜的 是不是 嗯 所以这次我们 不光是要找一个伴 而且要找一个爱你的伴 对吧 对 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女士 对何树的印象不错 但今天还有两位新人 我觉得您可以先看看 对比一下 是不是 别一棵树上吊死 还有好多森林的 嗯 是不是 来 我们看两位先生哈 他们的基本情况 嗯 两位先生都行张 然后现在是他们的十个方面 然后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 嗯 想了解什么呢 不想看 不想看 哎呀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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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什么呀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我已经摊过你了 是不是 那我听妈妈说 嗯 不想看看了 好 看一下 哪三个方面 户籍 年龄呢 户籍 住房子女 第一位张先生是北京户籍 有房子 然后是有一个女儿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嗯 第二位张先生是天津户籍 天津有房子 有一个女儿 嗯 就目前看啊 你看这个张先生 跟那个我们何叔 条件是一样的 都是北京的 在北京都有房子 都是一个女儿 两个女儿 对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那个是天津不想找外地 哦 两个女儿怎么就不行 跟一个女儿有什么区别 有两个女儿疼 嗯 哦 天津有房子 哇 不行 就合树了 我劝了你 你都不行 非得就这棵树 抱住一棵树 咱就不撒手了 是吧 嗯 张先生是 张先生哪位来着 帅不帅呀 哦 一本一 有个小楼的中医 哦 那个中医 中医会把脉 我估计他说天天看的 可能都有印象 啊 我跟你说中医哈 嗯 你看你要是生病了 人跟你把脉 给你治病 给你打针 这个何先生指挥说 你要吃什么 我给你做点 不对 不对 那怎么了 对 这也不能单纯的这个 说你会做饭 你就是别的误会了 是不是 哇 那你不光是这 这只是算一小点点 你还会看病 打卖吗 反正大夫要跟我一块 我能给大夫气晕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来 这样 咱先把张先生请上来 啊 我们就看看 这个何大夫 怎么能把张大夫给气晕了 行 我还不服气 行 我也我也不服 找个中医不错啊 有点头疼脑弱的 直接都给你治了 对 是吧 好吗 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来 掌声有请 你好你好 来 这边坐 来 你是到这边来 哎呀 气色不错呀您 托您的福 哎呀 这个红光满面的最近有什么好事啊 大概好运要来了 哎呀 这个要找到媳妇了 是不是啊 是这概念 看看 怎么样 对这位先生有印象吗 有 有印象啊 看着本人觉得怎么样 想聊五分钟吗 想不想聊 不想聊了 不想聊 好不想聊 那接下来这个战场 就交给我们何叔了 啊 聊聊基本情况 这个 来都来了 不想聊 您别强求人家 是吧 对 为难人事不干 咱们在这地方 顾为难 走 是不是 好 好 您是原来看过我们何叔叔的节目 没有老看我天天看这节目 对 您天天看你是还是笨在我们何叔来对 嗯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是 那看到之后呢 看到之后呢 看到之后还行吧 对 是不是 我替他回答 对 他说你可以反对 嗯 那您对我们 阿姨的 印象 感觉 你看出来吧 我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就说出来呗 感觉还行 还行 我认为啊 作为这个 就是说 妻子这个来讲 我觉得还比较贴切 比较 比较 就是比较 稳定 是吧 情侣过话比较稳定 比较踏实 所以呢 我就是 就这些事 都为什么老没找着 没合适了呢 我也是想找一个 就比较踏实了 安静的 是干净的一个 不希望那边 特别张扬的 合着是就是那样的 踏实了国质子的人 嗯 我觉得从这点上 我觉得 他挺踏实的 你妈就这么被人带走了 而且 这次走的时候 连闺女都没看 哎 直接就走了 哎 前面就一直瞟 你说怎么办 你说快快 你跟他听我说 来 然后人和说走 哈哈哈 知道了吧 这女人被爱情冲昏了 头脑啊 哎呀 谁都不在了 男士这样挺好 干净利落脆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 感谢 嗯 没错 但我还没问呢 你说 您喜欢我们这位女士吗 就印象还好吗 我认为挺好 哦 您张大夫也挺喜欢这位女士的 他好大家都喜欢 哦 是不是啊 那何叔 这人一定很贤惠 过日子不用跟他裹乱 哦 很实识 哦 他的最后这个后遗症少 啥叫后遗症啊 后遗症啊 医学术语吧 对 你比方说 哎呀这个外孙子来了 他淘气啊 那个那个外孙子 他需要哄啊 哪那么多事 人家哪那么多人呢 那孩子摆这摆这 弄不清楚了 他这种情况少 哦 不是费啊 对对对 包容心 这你让我的心情 他非常愉悦呀 但问题是啊 这么合适挺好的 你怎么刚才就不拦住呀 你让这个何叔带着就跑了 这就叫君子不多人所爱呀 您不也爱吗 我君子不是 他不是把您的爱给夺走了呀 这也不能抢 不是还有一句话吗 是我的跑不了 对 您说这是 不是我的留不住 对 这叫万般节由命 半点不由人呢 您抢 您抢 你们这男生我给你讲 当然我也理解 从这么大到这么大 那个面子都是很重要 明明可能是自己的亲媳妇被人带走了 现在只能说哎 都是命 咬着后操牙缩的 是 该努力的 该努力 这两位女士来 您看看怎么样 啊 一个比一个美 是不是 一个我也惹不起 哈哈 日月姐姐看这气场强大 嗯 的确气场也很强大 我可不敢考虑吗 你呢 旁边我们这姐姐 你怎么就觉得也不敢惹呢 他以他内心世界大 一大海都大 哦 一会儿掉海里了 哈哈 不是坑是海 会游泳吗 会 那还行 哎 哎 总归还是没有那么危险吧 不是经常遇到的 那是偶尔的 嗯 嗯 他还是当病 我也当病 嗯 因为我在北海 我是开团的 我们来正式认识一下 我们的一号叔叔啊 张室友63岁 北京户籍丧偶中医退休 那我们来今天再了解一下哈哈 我们张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张大夫带着才艺来的手吸纱是我的骄傲 刚才呀就为什么我们女士说不见了但我又让您上来是因为这个何先生想要跟您PK一下中医才艺 你在睡开诊所 嗯 开诊所的啊 开诊所 哦 现在也不干了 退了 对我记得是您不干了啊 哎 我记得您可是上次不是牵手成功了吗 人家下了他又不认账了 怎么了哟 认为我这个条件满足不了他 哎 但是您没热线吗 应该也有热线吧 不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里没人找您吗 有 啊 这个节目办的相当好 就是特殊的表扬表扬 就是有伴节目是吧 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是吧 哎 这里边的相牌太多了 美女如云的 哎呀 哎 跳楼的男士也不少 层出不穷 嗯 应该就是您随便选 嗯 我们我打开那个到现在刚两个星期 嗯 就关注的要我加他这个 嗯 就六十人了 哇 看的那个大概是一千一千八百多是多少人 就看到您的信息的是不是 哎 对对对 就准备就让我准备加的这个就六十多人 哎呦 那您有没有真的联系过呀 真联系过了啊 嗯 联系大概十个人了 现在已经去掉了八个了 啊 都因为什么呀不行啊 这个手机的网上美颜这俩字 要是贼命 嗯 你看那相片特别美 等于打开视频一看 本来挺秀气的人 一看真儿非常的臃肿 这反差太厉害了 让你当时接受不了 能差多少呀 差二分之一还拐弯呢 有半小程序上面都是很真实的资料 但照片这个东西啊 就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显得年轻点美一点好看点啊 嗯 你看我跟王老师我们那儿要发个朋友圈 那不连得把自己稍微搞得 咱不管弯了 是不是 就是一半 你直达就很漂亮 不用美颜 她这美颜 虚的成分比较高 对 其中有一个人跟我谈 谈的时候还戴着口罩 还戴个墨镜 所以我一说大家还是来节目 你看像我们日圆姐姐 我们旁边这位姐姐 人就是这样的 实打实的 你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不对 是啊 为什么我老来呢 愿意来呢 你腿腿的地儿又来一趟 嗯 所以您基本上是觉得 这个跟本人不太一样 您对颜值这事也是有要求的 对吧 对 它有的也不见得那么大反差 就是我见到这几个 那其他还有 有的那个颜值上一看 还是比较理想的人 面对面的最好 世界上是 是吧 有的人就是 当然也刚开始谈啊 我这么忙 那么忙 我说你都这么忙 谈什么对象呢 习来说 但是您说这个忙 他是在忙成啥样 没时间跟您谈恋爱啊 那一定有他理由 今天我看病去了 明天我干这一了 后天我这股票没弄好 我得弄弄啊 总体上我得上赶着追一追 这男人要追到一星期了 就叫他累了 才一个礼拜你就觉得累了 我们啥岁数了 叫他讲的速战速决 那多舒服啊 新人做派吧是不是 啊 那多快才行啊 多快 我上头不跟这老师说了吗 三天了解时间 三月结婚 那我的妹 那盖里头 两位姐姐 这种速度 咱能不能跟得上 因为我表示的最充分 您认为双方沟通啊 你仓他掖着的 我不是这样 先把自己展示一遍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 坏毛病是什么 好的是什么 优点是什么 不是 我们两位姐姐觉得 大约多长时间可以了解 多长时间可以结婚 我觉得您这太快了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 也诞生了这么久了 他有很多很多各自 很多很多的 就是一些养成的习惯 您说您跟他说 可是在一起生活 那不是那简单的事情 您弄一绵延数百里 我们跟着上吧 那家伙 但是您的速度也太快了 您真的了解吗 就像上次是您来了以后 还没怎么着 就结婚结婚完了 有再这么快的结婚 那他不怨我呀 是怨他隐瞒的太多呀 不对 不是隐瞒 为什么隐瞒 就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失去 我们失败过婚姻 但是呢 你这么成年人 我们要了解的话 需要时间的 所以您就 您说您的意思 速战速决 最后 无形当中又多了一个本 又多了一个证 您不等于还是失败呢 那为什么不这样 多了解一些 了解一些 有一段时间呀 至少得 什么岁数啊 我觉得起码得半年以上吧 对 先了解半年以上 那领证呢 结婚呢 领证 那看了解的过程 两个人的 就是各方面都合得来吗 就超过半年以上 可以考虑 对 我这可以延长的 这不是法律 可以延长 可以延长 适当延长 因为他又一句话 叫好犯不怕晚 其实这个时间段 又考验男女之间的耐心了 你看都是 快能快起来 静能静下来 总体上别太长话 您用这种三年下去 五年再等待 不是一年行 谈我都不跟您谈 不是 您太不了解我这性格了 一年可以吗 一年也长 十个月 半年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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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一礼得定局了 还就必须得 领证结婚了 是不是 可以领证结婚 但是起码是 以女朋友的方式交往了 哎 说的有道理 好 因为什么 就是我们这位张大夫人 就是特别的渴望有家庭 如果说哪位女士觉得 我这个走走停停停 走走 我溜着呢 那您就别找她了 因为她非常的明确的想成家 觉得她的外形 谈吐 气质 各方面吧 都还是 还可以 您呢 因为她中医 她和我们做的那个 职业 职业有相关 觉得挺好 是觉得有一些共同语言 是不是 您看看我们这个姐姐 是什么性格 我们这个戴眼镜这个姐姐 挺好交际的 挺好交往的 您长也行 短也行 热也行 两也行 这位先生很有眼力 哎呀 哎呀 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单身 行不行 您看上了吗 挺好 我们可以 了解 试着了解了解 试着了解了解 那现在了解呗 可以 您只要愿意 我现在听您的 您是领导 来来来 跟着五分钟的时间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最早先的话 当过老师 然后后来到企业 做过企业管理 然后还做过一段销售 您瞅瞅 这都是能儿的 这销售可不简单 我也销售过 最后把我自己都卖了 也不值那个钱 我干脆不卖了 我还是当我的大夫吧 您想了解我什么 您可以直接说 直接问 您还挺幽默的 幽默 而且性格还挺好 幽默 我前妻说过一句话 我们这先生 满腹经纶 满肚子是大洋田 你看看 老伴对我的评价 不低了 意思就是肚子里有文章 随时能挣手钱 所以这大洋田老在肚子装着 那您为什么还离婚了 您又记错了 我这前妻老伴 是丧偶的那 对对 为啥我这么想她呢 嗯 你们对她怎么样 她呀 她呀 觉得还行 觉得还行 嗯 可以 可以像她 互相了解了解那种 是吧 您呢 可以啊 她先看她 她先看去吧 不是你去 如果一百分的话 您能给她打多少分 八四分 中医在中国的话 应该是中国的国粹嘛 中医 嗯 您搞中医的 应该对生活 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调理啊 是 从身心方面进行调理 挺好的 是 张大夫 您就别给看心理了 这有点这个挺难的 您就给我们看身体状况 怎么样 我还有一句话她问了 您什么学历啊 您猜猜 您应该是本科 对 谢谢 您还挺有眼力的 为啥 我喜欢 最喜欢的戴眼镜了 这眼镜啊 它第一是实用的 第二 它是一种装饰品 嗯 这第三呢 它相当 相当够大色 高级知识分子 哦 戴眼 哦 所以说我喜欢戴眼镜了 那人家黄的眼镜 对啊 我也戴眼镜 刚才我想说的 您知道眼镜后边是啥吗 是啥 锐利的眼镜 心里是窗 窗头里强 哦 明白了 你听明白了吧 就人家这个眼镜 高级上档次 对对 是扣着文化气息 你那眼镜是为了 挡你那个锐利的眼光 要不杀气全出来了 是要不 挡着点 挡激光的是吧 对 明白了 你就怎么着 你都没看上我们日圆姐姐呗 我不是说看不上的 是一个标志的女性 非常漂亮 其实我喜欢这样的人 但是 我惹不起她 这脾气比我大多了 那我们这戴眼镜 你就惹得起呗 那我都不惹了 不用惹 就是你温柔 就把你画了 你闹啥眼呀 画了 你是不是 她是那种形式 这两个人 这立体感不是一样的 那刘姐 刘姐 淘汰了 我淘汰了 我没戴眼镜 对 找到根了 对 您要跟她过日子 哦 您 麻都不用想了 哦 都给您归着好 嗯 您进去一个想熟了 嗯 娶这样人 识会 哎 哎 对吗 说得我的心痛痛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到底这边是 没戴眼镜 这边是戴眼镜的 到底要找谁好呢 各有千秋啊 那我怎么着 再把刘姐请上来 跟你聊五分钟 可以 哎呀妈呀 嗯 好吧 行 来 刘姐来 少得有点紧张啊 您是哪里人呢 我是北京 什么地儿啊 嗯 现在住在顺义 哇 哇 真有缘分 哎呀 哎呀 我们打一招一块回去 就完了 开车来的 您那个家庭成员 什么人都啊 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现在对都成家了 小孙女儿七岁了 啊 问一个务实的问题 您有房吗 啊 有啊 不就在顺义 您要有房啊 嗯 就省得我这个 我们家孩子惦记您房了 我要有房 也省得您家孩子惦记我房了 哦 那你有房吗 啊 我有房 哦 住不过来的 哦 实际上这有问题不大 刚才是个玩笑啊 孩子多大了 嗯 三十五了 那也是生小孩了是吧 对 孙女儿七岁了嘛 嗯 因为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孩子大了才 想自己该找那个 呃 伴侣了嘛 哦 您是 是离异的还是怎么着 我是离异的 离异的 嗯 因为什么呢 年轻的的时候嘛 两个人都比较 冲 感情不太 不太合 嗯 嗯 想的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闹分歧 哦 您做什么工作的 嗯 我这工作也是换了好多呢 最后就是在那个房地产公司下来的 啊 嗯 现在退休了给您多少钱了呢 我现在退休金才四千多块钱 不高 不高 知足就是 就就就 嗯 您退休金多少啊 我退休金 比他多一少一半 是 因为我是搞个体了嘛 嗯 搞个体就 挣点大钱去了 哦 得工资 到时候有个医保就完了 那您现在靠什么过日子呀 退休金有两千多一点 帮助金呢 有一千五百多块钱 嗯 我还是打过仗的人 嗯 有优福金 那个军人那种 我老了 问题不大 还有呢 现在就三千五了 您还给我算这仗啊 实力啊 对啊 我不能把我们姐白嫁出去 啊 房租有 四千多块钱 左右 哦 有房子出租 啊 这房租您能拿到手里吗 还是 给 给孩子吧 都是我的 孩子得给我钱 月月得给 哦 这是规矩 嗯 最少不能少于五百 过节过量 得超过一千 嗯 所有开销都在那拿 您 您有几个孩子 我俩闺女 呦哈 小棉袄的 对 多多很好啊 养老不成问题 嗯 另外我们这还 我是农村出来的 那还有点那个地母数 对 三十年不变 还有一两万块钱 烂七八糟 零钱凑整钱 也能弄一万多 嗯 可以 一般人你还别小瞧我 对 你拿着肚子少的 不丢着我呢 嗯 行 挺好 挺好的 挺好的 如实坦白吧 您瞅我直 您就来 对 帮胎上三天 说真的 您再瞅我直 三月 咱们走啊 第三个月就准备结婚吧 是吧 那您看您也聊了两类了 准备跟谁三个月以后结婚呢 还没往下进行曲呢 您就要又来那儿 他没有才艺展示呢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这是最意来的 不是 当时人家张大夫 还得好好卖 看谁身体好 行 我们姐提要求了 来 接下来就是您才艺展示的时间 对 这次展示啥呀 这首诗的名称叫 天作良缘 天公作美 玉带桥 龙得紫微 当头照 前世金缘吃一早 惬意寒情入酒消 美梦成真在今朝 随处天涯妙逍遥 若是有心情不尽 一世风流 赛天交 啊 刘姐 您觉得怎么样 我都说不上来了现在 你现在还在酒消飘着呢 是不是 有这么有才艺的一位先生 为啥说满腹经轮 值钱了 值老钱了 求是打扬钱 戴眼镜的姐姐呢 觉得怎么样 非常有气魄 非常有气魄 然后也比较有内涵 就一看那个 真是满腹经轮啊 欣赏佩服点赞 过度展示 没有没有 挺好的 我看何叔回来了 来来来何叔来来来 谈的怎么样何叔 谈的还行 还行啊 初步还挺愉快 哎 我跟您讲 您不在的时候 人家我们张大夫 那才一看 是吧 看得出来 就刚才那诗 您在旁边听到了吗 那诗听话 也都样出来了 我们这个张大夫 朗诵诗特别加分 首先 头脑清楚 对吧 这头脑不清楚 也写不出来 第二个 我觉得 能够有底气 身体好 其实最主要的是 一个人有激情 然后艳于参与社会活动 然后愿意有愿景 所以这次您估计 能美梦成真 哎 我们有一个朗读者训练营 啊 然后第一期 我们在2024的春晚的时候 他们训练营已经给我们展现了 他们这个成果了 我觉得您可以报个第二期 提我 我这人 我这人 我这人缺点 又怎么 懒惰 不在跑这儿 跑那儿 跑这儿 有的人这儿 愿意跑 我就愿意摸手称规 往家里待 在您那小院里 小院外里也走啊 也得上天间路啊 溜溜弯啊 听听小说啊 是这种享受型的 是这样 我们那个呀 有线上的 您不报这班 您在我们线上的 这个朗诵俱乐部里头 您也可以展示啊 您看您这一落 没地儿说去 在我们这儿 没那么多时间听 真的 我说放弃哪一张 都是我面子上的损失 您就去那个俱乐部 您想念多少 念多少 写的怎么样 咱们觉得 挺好的 心有才 刘姐 我这种精神 是吧 要不咱们来干嘛来了 对 咱们来这 要想招手伴 就得有伴 我刚才在你之前看见那时候 觉得这老头 这老哥 满是可爱的 这可不是分手啊 可爱 当然可爱 我喜欢这种 你可爱 我只能接受一伴 那一伴啊 您给我省着点 给链着吃 对 明白了吧 咱们不能全站着 我这里都是有 是干户 满腹精伦 是不是 哪时候就是一个 对 哎 形容男的也可以用可爱是吗 当然 这老头可爱 可不是普通人说的那种 那种可爱 那我问您一下 这老是特别招人带的 特别容易靠近 今天您高少啊 我不高少 我现在啊 那我就 就是成老头了 要不然您问问我 高少了 那老头我的小老头都是老头 比你小豪多岁 我不可能 63岁吧 63岁 对啊 人60号 怎么着 还蒸不蒸吧 是 不蒸 我年轻的时候啊 也特喜欢学了一个中医 因为我爷爷的老爹 我很叫祖是吧 那时候 一号卖 蒸了 既生了啊 刚开始让我干嘛呀 背18款 现在我背下来 您肯定是行 是吧 我就是 如果18款我背下来了 这中医我可能就学了 您错了啊 嗯 背这些东西 只是一个硬件而已 刚开始得背呀 这组也让个背呀 但是中医主要是物性 哎 您又说说我们和叔该补点啥 补个老伴最好 哎呦 谢谢谢谢谢谢 哎呦 有您这句话 有您这机言 我决定今年非解决个人问题不可 中医能做好了呢 真是挺不简单的这人 今天啊我们除了这台上三位啊 都是单身 我们还有两位女士呢 您是就台上的三位挑一位聊一聊 今天我们一号女士一样 还是说那两位能再挑一位 咱们也得看看卢山的真面貌啊 哦 是不是 您到时候呢 比这个优秀多了 你说我不后悔啊 有道理 哈哈哈 来 我们看看这两位女士啊 您挑谁到台上来沟通一下 嗯 两位女士啊 一位是彭女士 一位是张女士 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 来挑选其中的一位 到台上来聊一聊 嗯 您这不让我抓签了吗 没有啊 没味着得瞅瞅啊 行 照片 照片 嗯 还想了解哪个两个方面 学历 学历 身高 嗯 彭女士身高1米68 63公斤 直高 张女士是1米63 60公斤 中专学历 我们来看她们两个照片啊 左边是彭女士 右边是张女士啊 这个彭女士1米68 是比较高的那个 对 那选了一个穿黄衣服的吧 我们就让彭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好 你好 欢迎您 你好你好 来 请坐 张先生坐这边 来 对 我看您怎么都不太想过来啊 想跟人坐一块啊 又被我看中了 又带我高的店长 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您熟了 人家第一次来 咱主动点啊 行 保障还得弱情 您是什么地儿人呢 我是贵州的 贵州不错 家里都是什么人呢 就妈妈还有几个哥哥 是黎毅还是怎么着呢 我是黎毅的 几个孩子 一个 男孩女孩 男孩 现在家住哪里 家住贵阳 北京没有住处吗 没有我才来真的没多久 现在到这边打工呢 还是干什么呢 打工 你想知道我什么 您可以问呢 早上我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 挺风趣的 还挺有意思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 首先是不嫌弃我的人 然后呢 是能跟我好好安心过日子的人 那你能给他什么呢 我给他钱 还有 给房 给地儿 给爱情 哎呦 给他很多的呀 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 可是有录像的呀 他录一不录 我这人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那你想问我什么 我想您对我的欲望有什么呢 我想留在北京 就这一句话 嗯 就一句话 留北京地儿多了 跟哪儿都可以留啊 留不留我这儿啊 那就看你了 你要把我这个机会错过就没了 那我尽量的不错过吧 啊 其实直白点好 嗯 是吧 把自己的要求说说也不那啥是吧 同意都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没必要弄那多虚假的 拐弯木脚都弄了一堆烂东西 是吧 浪费时间 是 我在深圳了五年 然后我在中医馆上过班 上了五年在深圳 然后来北京呢 是因为孩子的工作在这边 所以我就过来了 然后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是高级财尔师 什么 这句话我没听到 他耳朵的 采尔师 对 这也有诗了 是 所以目前呢 来北京没有多久 所以暂时就是打工的 如果有机会有可能的话 给我平台 我有技术 今天多大岁时候啊 53 我70后的 跟我过日子不许干别的了 是吧 就是玩 就是享受生活 但是这个年纪玩好像太早了一点 怎么边玩边赚也行 我不想赚钱 是吧 我够花 但是我想赚呀 一个女人不工作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 只要有爱情什么都有了 有爱情还是得自己有一个事情做比较充实 但是我这一次来是很诚心的来这里 嗯 我有两个女儿在杠上的 啊 我有一个外孙子 一个外孙女儿 嗯 非常乖巧 听话 嗯 我两个女儿呢都是大学毕业 嗯 有一定的休养的 上这来非常支持我的婚姻 挺好的 您觉得她跟这位女士合适吗 为什么呀 这男的不挺喜欢 这男是挺喜欢这位女士的 对 从哪看呀 我差不多往哪儿做了 喜欢年轻漂亮 啊 您觉得聊了多久了 我觉得起码四分钟左右 啊 你觉得聊多久了 五分钟有多 嗯 聊了还真是五分半啊 嗯 哎说实话啊 嗯 你们两人这个聊天啊 嗯 是我们选择为数不多的 让人耳目一新 震撼心灵的对话 嗯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什么样的感受 哎 先问问你们什么感受 律元姐 我感觉女士吧 是属于那种单刀直入 也坦诚 直奔主题 这达到我的理想了 快呀 是不是 我叫做素战素绝吗 对 有点符合着那个男嘉宾的这个 这个素质素绝的要求 嗯 您觉得呢 比较优秀 啊 特别好 哎 您也蛮喜欢的是吗 看着气质能看着 哦 穿一打扮 哦 您喜欢这种类型的是吧 呦 真不错啊 就是他刚才说话的那种风格 您是可以接受的是吗 可以 这倒无所谓 嗯 哪人我都愿意 只要我都看顿眼就行 呦 呦 那你说看对眼了有点 是不是啊 太好了 跪眼那把我都气过 跪着我 嗯 女士的确啊 我觉得是非常的 优秀 对 怎么讲啊 就她刚才说了一句 就说我要留北京 我觉得我们这个二号女士 反倒给人一种很坦荡的感觉 有觉得吗 我觉得跟我的思维是一样的 直来直去 多明了 嗯 三天了解了 所以您是很欣赏 对吧 先说三个月结婚 一个月就是成了 多快 又美的您 那 杨维正雅老师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像这个年龄啊 咱们找老伴啊 就是得单刀直入 我有什么诉求 我第一诉求是什么 第二是什么 要讲出来 因为第一是最重要的 那个 如果第一条件不符合 谈第二第三 第二是都没用 对 我觉得这样的交流 是最好的交流 这个女士呢 她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个 我要留在北京 一个是我的孩子在北京 一个是我热爱北京 第二层的意思 我年轻 我还要工作 我还有任务没完成 潜台词啊 我跟着你在一起 那可能我是 可能就是温饱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还是个母亲 是吧 可能孩子还没有结婚 是这样吧 男孩女孩 男孩 对啊 我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 我还有能力 好 所以这个和您就不一样了 好 为什么说您要找 就找和您一样 完成了很多的任务 真的就想和老伴一掺着 是吧 溜大街去 对不对 她不一样 可以这么说吧 对啊 我们说这人生的进程不太一样啊 对 我还听出一层来呢 就是女生说 如果您能给我搭一个平台 我可以自己做 这可能是第三诉求了 对吧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对 我觉得挺好 其实女生啊 有点自己的事业 她不是每天老盯着你 你干嘛去 这什么意思 没有点自己的事干 但是反之 如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张大夫就该盯着了 那张大夫看人的眼里有水 是吧 对对对 干嘛去了 今儿为什么换个绿衣服 对吧 她就该疑神疑鬼了 哎呀烦恼真多 对 其实她也不磕磕 她要对心思了 她什么都愿意 你看见了吗 对 她就不对心思 她肯定磕磕 你看啊 我们这位先生啊 人家也非常非常明确 表达对二号女士的喜欢 如果你也像这个 跟一号一样被合说 咔人一带走了 不给你机会 你还是说算了 我退出吧 给他们个机会 您是怎么想 我现在是想考虑考虑 刚才您说我一句 这你别跟我争 说一说 对不对 那你来呀 你来以后 你让我们看看呢 叫法 对不对 要不然您的刚才您的话 您的别说呀 是不是 可说您的 你行你来呀 来就来怕啥 就是 就是 那这样我们就正式的认识下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他的基本情况 彭宏53岁 贵阳人离异高级才尔氏 嗯 那彭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我们来看看 她的关键词有 解压的工作以爱之名 嗯 解压的工作就是 你这个采耳识吧 啊 谁采过耳识啊 我 你们都采过 嗯 把耳朵交给别人 不紧张吗 不是拿脚采 哈哈哈 又手采我也害怕呀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旅行吗 比方说我前一段去年 我去了这个成都 嗯 那成都有个公园 全是采耳的 啊 然后你就好奇嘛 因为他们你看到那些 这个 这个客人 他们很享受 闭着眼睛你知道 很享受 所以你就要去体验嘛 什么感受啊 没有啊 他就是不会疼 咱们想象的说 你交给别人你不很危险 没有 而且特别认真 要你自己掏 你都掏不来那么多 心里发痒 你知道吗 沐老师刚才行说 掏耳朵这个心里发痒 你不跟他谈恋爱的感觉 他是他媳妇给他掏的 不是 在成都采耳也是那样的 那人家没揪着 人家能揪着你的耳朵吗 是吧 插插插插插 就是里边哼哼哼 就这种 还有很多工具 很多工具 嗯 嗯 你就做的是这样的工作是吧 嗯 我们现在做的是可视的 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我的全部操作过程 哦 客人一起看 怎么一起看你耳朵 你自己观察你耳朵里面的情况 哦 那伸进去的是什么呀 是夹子镊子还是什么 摄像头 一个摄像头 一个耳勺 这个是技术火 哦 是对这个你们操作的 这所谓的采耳师 是要求还蛮高的是吗 是现在是可视的 以前是古法 以前所谓的古法 像你们采的 有些是看不到的 你自己看不到 只有师傅才能看得到你的耳朵 嗯 现在是客人 你自己看得到你的耳朵 然后我帮你采的时候 全程可以看到 可视的 那你怎么会啊 我们去教育学的 学习 特别学的 专门学的 那贵州是没有这个传统掏耳朵的 贵州没有 我们是专门找专业的老师学的 哦 这个难吗 难 特别是学的时候难 你做靶子的时候 人家套你很疼的 我们学了很久才学会的 哦 所以也是技术不到 也是会套疼的 对吧 没有技术不敢套 哦 其实在我的工作中遇到一些很 很多趣事也很需要 遇到一些很多很感动的事情 嗯 感动的事 对啊 有一个奶奶96岁了嘛 然后她女儿带着她来 当时我们检测是免费的嘛 检测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耳洞 哦 她已经90多岁了 从来都没有踩过耳 掏耳朵没掏过 都堵满了耳朵 然后我在採 看第二支的时候 有那个耳结石 嗯 后来的时候 当天 当天就把她採嘛 96岁的高年阿姨 她全程她就看 看得津津有味 就掏一个耳朵 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第二个耳朵 还是第二天来的 因为老年人躺不久 没有人躺太久 啊 后来是全部掏耳朵 她非常的感激 老奶奶突然发现 有听力怎么变这么清楚了 是 她也没看懂 谁说我很好听的 谁说我坏话 我都没听到了 是不是 嗯 哎 从中医的角度上 这掏耳朵有道理吗 有道理 儿主甚至翘 耳朵越多的人 就是火雀越多 或者年龄 时间比较长了的人 日接夜的越来越多 嗯 那你说如果是 这种情况 应该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就能把您说的 这个圣火给去掉啊 这梨煮润 煮酱 嗯 喝点梨汤 吃点梨 然后这个 又清了肺热 肺煮天呢 它相当于可以降雨一样 把这上面的垃圾 就都降下去了 啊 但是要都降了 它就没活干了 是不是 所有人可能不懂不上 是不是 你看这事就怎么都 您就别治了 万一以后是您女朋友 为啥不干了 退了 留着人家有点糊润的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工作 现在做的还挺好 是吧 来北京做了多久了 几个月吧 啊 怎么来北京才几个月呢 因为孩子他在 他也才过来北京工作 啊 他是大学毕业 哎 是 分配过来的 分配过来的 男孩女孩 男孩 那等于是刚刚工作 嗯 对 那是漫漫长路 还是要走的 是不是 啊 所以还是要努力工作一点啊 那你现在又住在店里边 是 住宿舍 有光系宿舍 嗯 嗯 所以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开销 就是 对 有这样的一份收入 对吧 嗯 他们两个的思想现在有点偏差 偏差在哪儿 这女的想干事业 是男的不想干事业 这个女生还是正年轻气盛 是 是 是 担心多久了 十多年 哦 你今年才五十三 是 那等于不到四十啊 啊 对 哦 那是因为什么呀 很多原因 那个时候年轻嘛 嗯 不知道有一个 不知道我一副家 然后就贪玩啊 然后 他也 他也不管 也不管我 哎呀 怎么了 那么一言难尽 有时候生活结局 嗯 那个时候我就叫他去出门打工 他不去 我的意思 他出门打工 我在家里面好好带孩子 他也不去 工资很低 两个人架起来工资很低 多少钱啊 待会儿 两个人架起来 那个时候不到一千块钱 是哪年的事啊 好久了 一千 嗯 不到一千块钱 其实三口之家 是 对 特别难啊 那当时住的房子是什么 那个是单位分的 哎呀 我提起往事就很伤心 那他为什么不出去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他不出去 你们俩没有谈过吗 没有 聊过这个事情吗 那家里的 我说了呀 我说你出去打工 我在家带孩子 守家 嗯 打不去 哎呀我不怎么 不应该哭 为啥要哭啊 想到都不哭的 所以这样很简单的生活 有五六年的时间 嗯 对 那最后你出来了 孩子留给他 让他带 对 我要孩子 我啥都不要 他也不给 嗯 那最后的情况就是 协议嘛 您是落泪了 我还不如他 那您的前夫也是这样 比他还厉害 你听他一说 你也感同身受 是吧 你感觉这女人很苦 对 那以爱之名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 他是不是把你看得还挺严的 嗯 是 这些都没事 看我他眼都没事的 嗯 但是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的心 他已经 不健康了 我买菜他也跟着我 上班他也跟着我 这些都没所谓啊 嗯 但是 就觉得不是一个正常 嗯 他是怕 失去你是不是啊 可能是 是 他喜欢我多一些 嗯 因为 喜欢你多一些 就应该为了这个家 多去努力啊 他为什么又不出门啊 哎呀 不知道 嗯 所以你就稀里糊涂的 你对这个人不了解啊 用我的 那个时候很单纯 我现在我也是很一个很简单的人 很少有人会直接说我要留在北京 对 嗯 其实我 我找的时候也想找 那个时候我孩子 他说不行 我说好不行 嗯 我就一直工作 奔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啊 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北漂 儿子知道你来吗 不知道 他会制止你在找吗 不知道 嗯 嗯 嗯 因为来北京 他也不告诉我他的地方 哦 都是我每次主动打电话给他 所以又比较伤心 嗯 我不知道孩子对我有什么成见 嗯 真的 但是他一路走来 哎 我都有扶持 嗯 嗯 这就是现在的我 很感触吧 啊 这个啊 我我倒是觉得孩子不联系您 我不了解情况 但还有一种情况啊 还有一种可能 当他没有成绩的时候 他怕见家长 嗯 而且他跟你们交谈他也会怕你们担忧 也有可能 对吧 我是觉得 来这人生一趟有三个追求 第一是谋生 对 第二是谋爱 第三是谋心 谋生是基础 必须的 对 啊 在谋生的 再上一层 谋爱 是吧 生存里又有爱 再上一层 心心灵 就是那个期望 那个向往啊 啊 人离不开这三点 这是我的感受啊 啊 您北漂谋生 嗯 谋爱呢 有了爱 心呢就踏实下来了啊 啊 当爱完全了 再往上一追求 就完美了 嗯 嗯 这个 张先生对我们二号女士的印象 依然还是可以是吗 挺好 嗯 嗯 就想给她提一个建议 嗯 转变一下方位 看问题 嗯 对 你死定在她一个人身上 当时有没有结果 那不自寻烦恼吗 对 啊 怎么转啊 转到我身上 是不是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你要在北京找一个老伴 找一个老伴 有吃有喝有爱情 对 不管是江南丽跟哪一位 好道理 哪一位都有积蓄啊 她死头了都是你的 她不死头了她有爱情啊 还是你的 嗯 她为了你才奉献呢 我都是这样人 呦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袁先生您是这种人吗 那您不是 那您的想法呢 第一 身体里是健康 对 因为我有一次了 我爱人去世了 嗯 心里是主要的 嗯 完了 第二条 必须得好旅游 嗯 我全国都走遍了 嗯 前日刚从海南回来 嗯 山下海口 嗯 什么西藏啊 什么新疆 南疆北疆都走遍了 所以她一个 得穿在 吃在一起 穿在一起 玩在一起 挨臭没 等一下先说这个 吃到一起啊 您是应该能吃辣吧 啊 那您行吗 我辣的 在湖南我都吃过辣的 重庆 火锅 我吃了牛羊肉不吃 这些辣与不辣的都可以 您刚才有说您就爱吃牛羊肉 他就不吃牛羊肉 这是怎么办 是 我不吃猪肉 啊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穿 穿在一起 嗯 她不懂服装我得我一看 我可以给她制 嗯 对的 她南方制的 广州深圳那边的服装相当不错 浙江 袁先生原来是做服装生意的 嗯 我以前也卖过服装 卖啤草 嗯 她的这身装扮您觉得行吗 反正我觉得啊 她的一定是羊肉大衣吧 对 啊 对 我绝对啥不好看 这是我昨天才买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觉得啥不好看 这个是 我觉得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牛姐觉得好看吗 你觉得好看 我就实话实说 你觉得好看是吧 我们两位好看好看 我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亮 她穿着有点太长了 你看看 稍微再短一点 我们女士都觉得挺好看的 我就够不会说话子了 你比我说 我说 我说 咱哥俩凑一块 你听我说 人跟人不一样 因为她年代不一样了 年轻的都穿了点现代的 她那个还是拿老眼光看的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就叫代沟 是 就审美也存在 您刚才 你看我们这几位女士 还有那两位女士 还有这位女士 其实都在一个年轻层上 所以她对审美呢 可能在一个层面上 我们这个老哥呢 其实比我们 比你年长十四岁 所以她的审美 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 但是如果您要想找 这么大年龄的人 那我们就要接受她的审美 而不是说您用您的审美 让人家去执行 这个有点难 就是您不能改变人家 对 你有可能只能接受 人家的这种现状 这叫审美观不同 我手就挺漂亮 你这是徐福长 怎么着怎么顺眼 准利用地形 这就是这个单刀举入 就想今天把人 这个拖上手线了 花就看上她亂了 我只是心意看法而已 您说的又入五三分了 人家干嘛 你怎么知道她是不干呢 是不是 咱可以接着聊吧 怎么样 袁先生 目前来看 你看穿 可能你们俩眼光不太一样 吃牛羊肉这事 又过不去 那您还愿意跟他沟通吗 觉得他还行吗 前面是 老哥就跟人谈着先看看 说你那 我待会再说 再考虑考虑 再考虑考虑 我今天67 67到53 十多岁了 会介意岁数的 一轮都过了 不介意 都不介意是吗 包括我们旁边张先生 张先生是63岁 对吧 对 他63 他63 他30岁 他10岁 他是不是不算大 现在是这样 您还有资格 能见到二号先生 您先看看他的情况 要不要见一下 目前已知 这位张先生 他是天津户籍 在天津有住房 有一个女儿 您还想了解什么 照片 还有呢 还有两个 年龄和身高体重 或者职业学历 这些都不想了解吗 职业 你有三个 职业 职业 身高 张先生 一米七 75公斤 企业退休 在天津有房 是天津的户籍 然后有一个女儿 她的照片 要不要见一下 见面吧 见面 对 都是跟人 对 既然来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您就放弃掉张先生了吗 这个怎么那么难呢 对 就是现在是这样 一会再说 对 因为这位原先生 您是可以 最后我们再来决定的 但是张先生 如果您要见下一位 张先生 就要先回到观察室 观察室 还能回吗 那你只能到最后 现花的时候了 行 就这么定了 好 你走吧 先对你残酷 就这意思 别哭啊 没事 你有很大的希望 在咱们北京 认台里 就是掏耳耳尸 你搞这个平台 你在下边不成 你到北京成了 搞这么一个店面 得多少钱 我什么岁数了 说我有多少年 那感情了 那我奋不顾身 清长而出 像咱们刚见面 是不是 有这么一思想吧 你可以给他做工作 你别上班了 你跟我快玩去 我跟他说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跟我就不必要上班了 我跟你说 我就是想挂二十七 我没有美女 我们定格家庭 没有孩子 什么负担都没有 因为吵不了架 关键也在 有演员 俩人合得上来 平息相上 现在有演员吗 演员是有 大人我一看你的脸 脸色 老是八交的人 是我是 从来不骗人的 一看能看着 所以您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人家已经把话撂在这了 就是你对我有没有演员 您如果有演员 人家是可以跟您深入地去沟通的 您要没有演员 人家就看下一位了 要是感觉好 就像我刚才似的 可以聊聊 成不成先放那边 你得往前走一步 是这意思 行 先叫这么聊 一会儿聊 行吗 一过你可就失之交臂 他一诗上面还有一位女诗 有这诗 没错 还有一个女诗 他也要看 他给予一个人看 那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你的呢 待会儿才聊 什么 先这是这一诗 是吧 不着急 我们各位姐姐们都已经看出来了 对呀 他肯定能让人家见下面 他下面还有一女诗 还是在可以见 对不对 都有希望 怎么看完了最后 我在 选择选择 对 先选 再择 后择 对吧 再闹着一小串 你觉得他俩合适吗 我觉得有点希望 他们俩应该是 我觉得不行 成不了 年载就太大了 人是都不想放开 可是这个女的呢 还想再见下一步 嗯 那还是 是这么个的 他对她呢 也不能说没有演员 也不能说不内衡 好 我们把我们的二号先生请上来 您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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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到这边来 让我们先生坐那边 您好 这怎么 它好吃的了 是鱼肉的 什么呀 什么呀就是 这是 这个 猪头肉 哦 这个 猪头肉 哦 猪头肉 这是您自己做的 对 哦 你为什么瞟了一眼目老师 这里边是有 那个 那个 那个是挺干净的 哦 哦 谢谢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给你解释一下 本来呢 这个我们先生说了 王老师一直 大家都知道 看我们节目时间长了 都知道 他说 我只吃肥肉 我就吃肥的 然后人先生就做了 这个酱肘子 给王老师吃肥的 但是呢 后来就知道 我们沐老师是回族 然后又说 给做了酱牛肉 所以你看他再次确诊说 这个挺干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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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尝一 二十五 真好吃 尝一块 我只爱吃肥肉 哦 我是不行 您来一块尝 来一块吧 这让先生说的 干干净净 入口就这么感觉 对不对 没错 女士都喜欢男士会做饭 就是两个人可以 一起换着做吧 对吧 行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 那咱们来聊聊好不好 五分钟的时间 自由沟通一下 一块字 你不问 我恋你 哦 我不是北京 哦 你是离异的吗 哦 离异的 你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女的 找个有演员的 嗯 然后你会怎么样 对她好呢 海蟹玩不都都 虎敬虎爱吧 嗯 也不可能一方面好 你对人家好 眼睛也多了 没没对上 你身体好吗 身体还行 我看你进来 好像走路 有一点慢是吧 对 哦 穿着棉裤 哦 挺凉嘛 就是 那你问我吧 我问你 我感觉还挺 你吧 你恨我们店 找个北京 我不符你的条件 对吧 那都没关系 都可以 根据情况 也可以改变的 嗯 看你能征服我吗 够签 够签 我应该是实话之所 嗯 是因为我们个子太高了 高 哪一倒无所谓 那不两个可以救 对吧 人家一首歌叫 勇气 对吧 只要你有勇气 我觉得就有能力 也有 也有这个劲 能够征服他 有了勇气 才有后来 是的 人家也说了 一切都可以改变 对 我忘了您要求什么条件 因为您干财儿也好 孩子也在这 这有个经的都可以 北经嘛 天津 都有个经 相同的因 都可以 反正确实 我打天津到这 三十分钟 住那边 做个车 打个车到这 是不是出点头 那挺方便 我找个心好的 会关心人的 理解的 反正我这人呢 我跟你说 七九年高中毕业 我挡着病 然后服务员以后 进工厂 到九十年代以后呢 这工厂都不景气了 我都干了各种的生意 卖过鱼 卖过药 这个主要我妈说 将这千蹄 千肘子跟千蹄 这是往里头抛签的 有意义 往里抛签的 小岩代表多 现在不一门一尺子 讲到尺蹄 走蹄人还最贵了 这多细心啊 您现在坐伙所在见 请归到了天津 打个电话 我开他姐 我开过厨子 我妈都干过 没到我妈都干过 好 就这么约定了 你看我们这个奥尔先生 是一时尚人 对 是不是啊 这个两个人聊得怎么样啊 觉得 我听他聊 你听他聊 我聊 您是觉得有点 厚不住人家是吧 不是 眼睛要求的 咱打不到 跟要求的北京呢 最好得有房 条件要好 人说了嘛 北京 天津都可以 您不是在天津 也有房子吗 对不对 对 有房子 对我们女士印象 到底怎么样啊 是可以聊一下 那我们就坐下来聊聊 要不行的话 我们还有袁先生 这样吧 人家都是北京 我打个我 都说的意思 您呢 先找好的聊 您别误会是这样 因为这位女士呢 分的是北京电视台的 选择来的 所以呢 他就想 哦 那我到这个地方 可能我就找北京 你的这个平台 比较靠谱 我天津 还往这儿来 天津也有 想了解一下 跟女婿再深入地 沟通一下吗 我倒可以 我都怕人家救不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您就您做决定 先生是可以的 您愿意留下来 了解他吗 基础地了解了 因为一听他谈吐 我觉得 休息一下吧 哦 好 那还是跟袁先生 过一会儿再看一看 是不是 有这种可能性没有 是吗 嗯 看一看 那袁先生要不要 跟我们到台下 做一个沟通去 可以 可以啊 好 那两位自己到台下 来沟通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我问一下 你对别人要求我 没那么多讲究 我以为今天要抽抽了 苏尔大都抽抽了 你需要各方面什么样 能够提出来吗 其实今天来说 对我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 将来以后 嗯 过日子成了家了 嗯 嗯 怎么想法 怎么想法 就过日子呗 养老 那你还准备回贵州 有时候回去看看 因为他有一老妈 嗯 对 有时候可以回去 看一看老人啊 准备就是 家来以后 成了家 就在北京生活 嗯 对吧 是 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二好先生 啊 他的基本情况 张建明63岁 离一起 业工人退休 天津人 那张先生是个 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 是你环节 他的关键词是 咱天津人 就讲就吃 往低处看 不往高处看 嗯 哎真的 就是我天津的朋友啊 他们都觉得 天津好吃的 简直太多了 对 反正我也来过 接触过一个 也没骂的 我第一次来 不就第二次吗 啊 第一次来以后 有一个女士 给那红林便导 打电话 嗯 要我的微信的电话 嗯 联系上了一下 我来过北京 啊 回来我回天津 他要去那天津 啊 就是你们两人 就算是 要见个面 他的朋友 他要见见面 对 后来呢 一发现吃件藏 我一看不行 不行在哪啊 吃不到一块去 怎么讲 因为那疫情人 值得算 我这人呢 省蒜不吃 你吃完一省 算一会儿 还别说大妈 您是不吃生蒜 是吗 对对 生蒜不吃 哦 所以您是觉得 这个 那位女士 老吃生蒜 就是 对 吃不到一块 再一个 是吧 这个 别说三管 说那么严重 没有 也你说的 想的跟咱不一样 他因为我好像是外线来的 那么他这北京什么的 北京的那套房令我先看见了 过那儿有一套 什么的 他原来那一次还以为我一吐他这房子 想的 来了以后呢 晚上到了家以后呢 你要有东西我做也行 也没东西还去一趟草食 买一棵三毛九的白菜 三毛九你听的啊 那棵白菜花了两块六毛四 我给他递到六楼 他六楼没电铁 你想我拿了白菜 我所信仰 要可我也可以一起在天上 你白菜我都不要 我得上六楼 咱们对这二号先生什么印象 还行 是什么样的人觉得他 挺实诚的 没点呢 我觉得也行 是可以沟通了解的那种吗 不想了解 还是觉得一号好一些是吧 待会还行 能聊了好 那他去过天津吗 他去过 去天津我给 罗石巷 然后我给炒几个菜 我姑娘呢 现在住那景南 那景南有个特色 老北洋少几天津的 然后呢 锁的挺好 什么又写锁的 手艺不能丢啊 因为他有个女儿 跟他不赖嘛 我一看这个烟品 跟自己的亲人都赖不了啊 那女儿起码的话 是你母亲的 小面脑也好 骂也好 我一看 怎么说 咱不能说骂 闹牌还抽眼喝酒 这都无所谓 因为我年轻时也抽眼 我到这儿 咱也不能说别的 但是我拍不到你 你也长得漂亮 因为假的这些情况 我比不了 所以嘛 我说不应该是 只是因为吃大蒜的问题 其实很多 不是啊 你吃蒜抱紧 你要是捞个面 吃个馅儿 包个嚼勺子 对吧 包个饱 吃两半 无所谓 他都吃着蒜 好像过得一清晓 我心里 我还有点长脚病 我也没吃麻蒜 我也没病 他那天往外面去 他感冒了 到那儿以后呢 要学会儿的 完事以后呢 我让古业开车 喇子去那河章 有个琵琶神囊 溜着两圈 就看那家那河芳个飞 我那家河芳个 河芳个 河芳芳 河芳芳 我说到那儿以后 我说你看这行不行 那个人大 那医药 都无量度 半斤以上 对嘛 那算个儿都算香了 因为一打扯那个妻子 连那供的 都能看见慌 又慌 又慌能搞 咱以前也卖过 咱懂了 弄了一箱子 够不够 够了 反正也都失了金吧 不到时间 四百五十块钱 不赖拿走了 咱这人就是卖公交 不还个女儿吗 我说卖两相 你跟那女儿 纠结起 缓和一下 所以您当时想的还挺周到 光是吃的 连带的 是吧 水果什么 您都给他准备了 然后没到北京来 你想带我那家人出来 我那年纪送给我那红手骨 那也是说那米粉 那索色袋的 还那小米 是压缓的 哎 林导说都给他摘 你想 我一开始想低了一个稍微的走转想法了 过去我一看不行啊 过去我赶紧给我买一个最大号来 我这个儿也不搞 因为起了个儿 第一轮你想上六楼 这时候第一轮旁开 好上楼上楼上楼还真不错 对上一个起楼主房小花 人家说他还能一直看我这个 挺老的 人家说你上几楼我六楼 人家说我帮你 我谢谢你嘛 对吧 睡不可取是慢的 人家告诉我假的没背 我在那还带两张背 一骨一盖 你说能够住吗 我还带着 还叫我还往上过日子想来 还带着好多衣服 还在踏给我跳 他说我身体特别好 你说挺活的 我说能多年都不穿 非让我穿 因为我路街木银 我穿一个 就比我上岁穿那个 或者红边那个 就那个 带卖那个鞋嘛 他不让我穿 非让我穿那旅游鞋 那种旅游鞋 我是那夹的 第一个榜样 一走到世界上摩托 打一下没别的了 广盛坐公交 因为我在家出了开车 就是坐车 你不可能 你去哪 我们先生觉得到了北京 我们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没想到 没想到 还不如天心呢 是吧 我这这拉扬鬼子不乐养 你别去了 别要你命吧 你听他 也没慢点 他不走过吗 把这后头 整个这后头一圈 整个三个都扒过 一般八卦啊 我一问人家 十五分等到二十分等 最多 他给我扒了四十五分等 炒地 比如说扒一听 那小水泡 扒水泡那流血啊 我那悲心 好骂 好兜血 又赶紧买那个 那种不撒通 颠酒 拿那面去 来擦 我就来糖尿病 上次我这人就 疯口 对 疯口吧 体质好 没有体质好了 当兵的出身一般都比较大 就牵上一些 我就具备这精神 其实您当时从天津来 也不是说一定要跟他就过日子了 还是要治治病 是不是 当时那么小的 他那意思 人家就说会治 咱能说吗 你病人都得请大夫 所治病咱赶紧来 我得试试 这次啊 您这样啊 这个下一次 再来的时候 您就通过我们编导 然后说 联系上了吧 我们在选择里见面 咱们有专家老师吗 对 打把拨 有时也时间短的 也不了解 不是 他是这样 您不有热线电话吗 是因为他看到您不错 打热线电话 然后编导就给您 因为您有火眼金睛 是吧 然后您自个儿看着办吧 我不跟那个战友这样 也你火眼金睛 谁啊 您是南海的 我那北海的 不是 您也可以 您是用实践 对吧 然后 但是这节我们俩做过一次 对对吗 对对 那个我第一次做节目 云来 你看我也记性挺好的 您这个首饰 装饰带的比较多 有金的 还有一个 我看是黑色的上面 那箱子是什么样 不是可以的 白的 这不是这个 中间那个 这个都是一块石头 哦 很多赏堂里卖去 嗯 都买去 不特意弄 有时自己也耐福的 哦 爱做饭 爱做饭 那个炒木许药 嗯 这个属于凉菜 对 小凉菜 嗯 那是海参吗 对 海参 您这凉菜 营养够好的哈 不是 这是生的呀 这都最近的 这也算 最后9月1号 不还把那砍丫了 这皮皮虾更胖啊 喜欢男人做饭 嗯 喜欢男人 反正 对 男的做饭 比女的 我觉得好吃 因为 对 她从一边出来了 后来了 走我们 一头一围 都蹭过去 哦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 印象不错呗 是这意思呗 不是不错 我们也没 调谈过 也没骂 我看您 这个 第二个关键词 是往低处看 不往高处看啊 这是不是也是 您择偶的 一个标准 对 你往那稿子看 羊子一联 看人家累的 嗯 咱一个 咱条件咱得 逮着白的 嗯 就不说 你怎么回 年轻时候 还救护 你现在 一个赶板老头的 对 你还垫着往稿子 最多的 也都平时 你不能说 舔着羊子锅 直着眼睛 对 你上次来就这么说 咱要找 就找个稍微 普通一点的 别找那个 特别好的 差不多 咱也不能说 咱条件有点好 咱也是老百姓 您之前是 做什么的赖着 妈都卖过 你说卖过鱼 卖过鱿 嗯 干过皮法 什么苏果啊 煮菜啊 所以其实 您的生活条件 也不差 对不对 开盘的单位 整个过年轻的时候 咱们也吃过苦 对对对 刚才说 您还当过兵呢 对 是吧 在北海舰队 也是在船上 那我们学的 正规的转业 我们上了学 我们学的航海 航海有四大计算 潮汽计算 日月从卧 相位缓算 你见你去海洋气象 那学是门五科 您是正经学开船的 对 航海的主页 最好的版杜 对 航海版保货码呢 报个信号 报个都是低大嫩那个 信号呢 就是白天手机 对 玩上等过 有国际的 有国内的 那您那个也挺可惜的 学了这么多本事 最后就也没干这个专业 你回来以后 一样去阳阳论 那不可以挑三个工作吗 第二是干你学校 问他那段刚出了军装 好像没人管了 自由了 对 你看这进攻场吧 挣钱吧 你们对他怎么样 他呀 觉得还行 可以上台 互相了解了解那种 是吧 我是觉得您的这个 第二条 这个说得特别好 男人呀 喜欢被人仰望 比咱低一点 大哥您带着我去哪 走 妹妹 当初我那对象 就是我徒弟 原来妈那边一到总部吃完饭 我上次来我说我 给你耍饭喝 明天你带完菜一腾完了 那边总部不都腾饭吗 拿过来看躲个几份 也没人躲在那 不这么一拉而去呢 对 反正那种感觉是好的 对 不是这一生的合作伙伴 对 没错 互相赋予感情 你想 我离婚当中 甭管我做嘛 万得我女儿都不跟她 你想 我这个女儿 是怎么跟我离婚当中 所以这一次 拍着合适的 咱先默默地在心里酝酿一下 然后两人先谈好了 咱们再往前走 今天还有一位三号女士 咱们来看一看 好不好 她的基本情况 您看看您要不要见见 就直接见 见见了 来了 对 见了 所以您非常确定 要见一下 是吧 那可我一来了不见了 那这样我们就把三号女嘉宾请上来 好不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来来来 这边坐 这边坐 来 好 您坐这 好 那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 咱们先自己聊一聊 好不好 好 我在台下听跟你们聊天了 我是来自工厂退休的 今年五十七岁 我生活在跟父母一起生活 不知道您要了解什么 您现在在成德退休了 我退休了 我现在在家 我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您什么 离异了 我离异很多年了 十几年了 我也是离异 我两万年离得一 不知道聊什么了 您问问呀 对 我问你的 您何事 哪是邮件 不 人家都了解您基本情况了 对 我在台下已经看见您说了 您是天津人 我们天津人说话都一个不好听 就是根 挺好听的 天津人说话挺好听的 你看你称得跟北京那调嘛 你们都属于正常的 我们天津人说话根 是好听 好听不好听 是啊 那长得帅吗 帅 这行 倒是师胜人 你们俩好像有点进行不下去啊 你是对人家不感兴趣吗 不是 我所晚点才都了解了 我 您问我嘛 我可以回答啊 不是 您那点事 人大约都知道了 一听又闺女 是不是 原来干过什么 做过生意 当过海军 然后做过生意 对 现在什么都不想干了 应该手里有点钱 有两套房子 所以就是悠哉悠哉的 每天研究着 给未来媳妇怎么能做各种好吃的 是不是 他们说天津男人很疼女人 对 是吧 对 我觉得他们两个挺合适 为什么 感觉挺配的 这女的确实是长得比较清秀 我这个不是特别的那种 虚垮 她是企业退休的 那女士 你想不想要坐下来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 可以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 来来来 那咱说那边了解 这女士一看就是那种 挺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对 而且一笑还特别灿烂 我来了解一下 三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张淑芊57岁 离企业退休 河北成德人 那张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我们来看关键词 有两个 闲不住的性格 不再恨了 闲不住 看上去不像啊 看上去不像吗 就觉得挺居家的 能在家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啊 我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但是我喜欢 她闲不住就是 喜欢业余活动啊 喜欢朋友聚聚会啊 爬爬山啊 旅旅游啊 这些是属于 想不住的这个 爬山是在你们 承德周围是吗 是 在我们承德 我们现场就有 北山 南山公园都有 每天都可以爬 我现在每天都坚持爬呢 就是说在地方 其实那种生活 又很便利 其实也很养生的 您现在还爬着洞山吗 狗枪 爬咕嚕下 咕嚕下来 你要是水啊 好游 我能会游泳啊 那你平常运动就游泳吗 那点可不外 那点训练 运动是什么 现在玩到溜 每天呢 下午四点半溜一圈 晚上吃完饭 七点半溜一圈 俺当饼留鬼了 下午四点半溜到一圈 一个是喂 买点菜 看有 自然的 顺口了 买点 七点半都吃完了 溜一圈 回来也赶点 所以您的运动 都是放在下午了 是不是 那出去旅游都去哪啊 我们去季县 盘山呢 反正都是北京周边 这是出去旅游 这是泡温泉 在温泉那找的 这还挺漂亮 这是季县盘山 这就说你老去爬山 是吧 这是那个 白羊店 那个白羊店 您不附近也有山吗 您爬吗 我们家是房后的 就是山 爬 高兴的时候 它那有一个小道 这可以直接上 穿上溜一圈 大概一个小时 就溜下来了 这都是跟朋友 一起出门 是跟朋友 但你现在等于是不工作 是吗 我现在就是退休了 我退休了 就是暂时在家 照顾我父母 朋友没事聚集会 出去玩玩 也就现在暂时是这样 所以孩子不需要您照顾 现在要照顾老父亲老母亲 是 也不需要太照顾 因为我父母身体还挺健康的 我父亲91了 每天还走六七里路 跟我母亲他们 就是从生活方面照顾照顾 收拾收拾屋子 做做饭 就这方面照顾 那其实你也离不开成德 我们成德周边 北京 天津都可以 因为什么呢 那老父亲老母亲 怎么谁照顾 家里还有我姐姐呢 所以说就是我会开车 我可以开车 万返跑都可以 那孩子现在是在哪 孩子在北京昌平 上班 人家也大的 也不太需要你 是吧 你其实也是可以 完全过二十世界的 是 他们我儿子说了 不感受我 希望我找到幸福 早就跟我说了 但是我自己吧 就是毕竟生活圈子 接触圈子太小了 就是有点 接触的人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39岁离婚 至今一直也有找到 那你平常爬山的 都是什么朋友啊 都是跟我们朋友 都是女朋友 还有我姐姐 我们就一块爬山 没有那种 比方是参加一些社团啊 活动的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参加 因为前 前几年我上班来着 我退休以后 我在那个北京丰台 一个游站上班来着 我去 2023年51才开始回家的 对 之前也在北京 在北京 因为上班特别忙 周六周日 有时候休息回家 照顾照顾父母 朋友聚集会什么的 一点时间也没有 时间挺赶的 我没有经历过 就是说互相之间的感情 爱情 我实话实说 年龄也不小了 57岁了 医生没找到自己 所喜欢的人 觉得是个遗憾 所以都这么大岁数了 来这个节目 就是希望完成我这个心愿 怎么遇到过吗 就让咱们突然心动的男士 有是有 就是单方面的喜欢吧 就是没有两个 就是看一眼就看起 相忠的那一种 然后心心相应的 没有 很少遇到 没有一见钟情的 没有 彼此一见钟情 很少遇到 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 到现在一直从来没有碰到过 让你心动的男士吗 没有 没有让我怦然心动的 那你的那个前夫是 他也不是 我怦然心动的 因为他是 我年轻的时候 他是追求者 追求者之一 但是后来 阴差阳错的 就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的性格 跟观点差距很大 因为当时孩子还小 所以坚持了十多年 我们就分开了十几年 那你们俩当时 怎么走到一起去的 因为我们在一个单位 在药业 他在药业是司机 我在药业是煲汤一片的 后来是车间喝钻员 再后来在制水室 就是制春化水室 当时在一个单位 他又追你 是不是 是 那你不觉得他喜欢他 才能走到一起 我不喜欢他 当时年龄太小了吧 反正他对我挺好的 觉得对我好就行了 不懂了 那会儿也什么都不懂 那父母当时什么意见 都不愿意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我父母根本就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头开始他们 我前夫他父母吧 我父母请到他们家 然后就谈我们搞得像 定亲结婚的事 结果没谈拢 我也没在跟前 我出去办事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给谈崩了 我父母就走了 后来我母亲 就是我母亲 她又不是我亲母亲 就是巨母 她就说 你们愿意结婚就结婚 反正我们不同意 你们愿意咋着就咋着 就这么着 我就 后来 阴差阳错的 就结婚了 最后在一起过 我一看说不再恨了 一定之前是有恨的 几次伤害 我觉得 当时离婚的时候 觉得挺 挺恨他的 不过我觉得 当时离婚的时候 年龄还小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现在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已经成长为 那个女强人了 因为自己什么都得 独当一面 自己什么都得 什么都得管 什么都得拼 自己拼去 所以说现在 就不是什么 女汉子了 那从离婚到现在 应该也有 18年了 18年都没有再考虑 自己的个人问题 考虑 有时候也考虑 但是 别跟接触的范围小 我接触的人太少 就没有合适的 就是没遇到合适的 你看我们这位先生 您觉得怎么样 还行吧 那这边还有两位 又 袁先生回来了 怎么谈的 他后来这句话 没有安全感 怎么没安全感 就因为说他这衣服的事 他有点不高兴 就安全 没有安全感 行 因为咱也不是说困难活 好整 无所谓 成了 那看这位女士呢 怎么样 这可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身体应该好 然后再是吃到一起 能玩 什么都吃 主持人我搞对象是有条件的 就是我有年龄限制的 我要65岁以内的 65岁以内 那这两位先生还都不行吗 因为我还年轻 我觉得我以后 要出去玩 去爬山呢 干什么呢 我觉得他应该跟我能同步 如果不跟我同步的话 那就没法 我不能跟着别人 天天跑去 我把它一个人放在家里吧 还有什么要求 我想找就是 离我家近一点 或者能到我们那边生活的 我条件不是很好啊 虽然我有房子吧 但是我父母 所以说到我们那吧 又不现实 因为我没有那个独立住房 所以说这个是很难的 就是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也可以 就是也可以两边跑呗 北京周边顺应 天津也可以 滕山也可以 所以不一定是 非要是北京 对吧 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年轻一点 身体好一点 其实就可以 其他的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是吧 是的 他想跟那个 第一个那个 而且呢 好吃到他喜欢一号 你一手 其实 不管是哪里人 不能使界限砍太死 这人要是能够 踏实过日子 这个 还是可取 但是从意愿上来讲 因为要本地人 那如果人家觉得您合适呢 想跟你聊聊呢 聊聊可以 因为我必定这几句话 说不清一个人 我这人比较心直 就是比较实在 我就实话实说了 这就是我的现状 也是我的条件 对 其实条件也不高 对 因为要找 您现在57岁的吧 要找比您大个 七岁以内的 其实也可以接受 然后人家也不是一定要找北京的 只要大家能玩到一起 就可以 其实我们老家也挺好的 适合养老 山庭水秀的 又有河 我们家就在河边上 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凉爽 挺适合养老的 没事的时候趴趴山 如果北山先陡的话 就可以爬南山 南山公园不太陡 就是挺平稳的 平时趴趴山 我们那空气什么的都挺好的 刚才还跟王老师说 其实好多地方是蛮舒服的 对 就挤在北京这种大城市 因为你不知道可能 兴隆是我们国家 可能在亚洲都是 它是一个天文的一个小镇 它创建了一个天文小镇 然后这个小镇 所有的布局 就是都是天文爱好者去的 很多小孩 这个夏令营 各种各样的营 就是主题的 都在兴隆 我们那有那个乌龄山 乌龄山 兴隆山 都是很不错的 对 都是在全国 都很出名的 莫老师对我们三号女士的印象 是什么呀 温婉里带着一股韧劲 挺好的 我就见到这个 不管男女 她灿烂的那张脸 我就觉得 就她是往上走的 你看她 她有一种纯净 那种纯净 不是那种很单纯的纯净 你发现没 对 对 就是她我们不说 长得这个怎么样 就是她那个状态 像三十多岁 你知道吗 就是也许是我们十几年 一直跟着爸爸妈妈身边长大 就是可能那个感觉 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样子 但是 其实我觉得她和我们这个天津 这个哥哥呀 我觉得挺相配的 首先一点呢 就是 可以两头住 都会开车 是吧 我们这位女士也还开车 也愿意出去 而且她的这个状态 其实 她就比较大气 然后呢 也没有那么计较 其实您真应该 好好考虑考虑 而且呢 很少有女性说 你来我们家这来吧 我们这个地方 多么的好 我们这个地方 也可以住啊 不像说 有的说 我们这个地方 我可没有地方住 我一定要去哪里哪里 其实我们可以两头住 我们对 一个人就说天津好 我们这个单身团 在星期三的时候 他们就集体就去了天津 一个是去了 你们天津新开的 一个劝业厂好像 然后他们又去吃饭去了 吃那个木桶鱼 然后呢 又去看那个灯 就叫做杨柳青的灯会 这天津特别好 就是我们可以 这个时间可能去这儿住 然后那个时间 夏天的时候去看星星 就可以去看 到他们家那儿看星星 其实找天津的也挺好 天津的就对女人好 两位陪选团 已经超出了 我们这个年龄的范围 我们二号先生 是多大岁数来着 六零年 六十四 不到 六十三周岁 对不对 还在范围之内 这个他为您的印象是不错 但是他刚才说了 他爬不了山 不一定要爬山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户外的 一个爱好者 我常常爬山的时候 我老公就弄一个糖 折叠那种糖椅 在山下一坐 等着你 其实完全可以 不一定两个人一定同步 我们这个膝盖 也不是同时老化的 也许某一天 咔 断崖似的 你也爬不了吧 不一定同步 对吧 你爬山有你的好朋友 去爬去呗 他在家给你做饭 对吧 酱肘子 牛肉 回来一补充 也可以呀 但是我是山里的孩子呀 我喜欢野游啊 天天玩去 如果不能同步 感觉很遗憾呢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你的那个 爬山的群体中多吗 也不是说天天爬 就是现在我坚持爬呢 对呀 您去爬 您它给您鼓掌 不就行了吗 就像我们开始 我们这个地方 有画画的 有唱歌的 对方不一定爱唱歌 不一定爱画画 对吧 就是我欣赏就可以了 就是可能作为他来讲 我欣赏我的爱人 每天爬山 朝气蓬勃就够了 这个不在于 年龄和爬不爬山的问题 显然我们的二号先生 可能不是我们女士 第一眼欣赏的那种男士 但是有的东西呢 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接触 当然选择权和决定权 在您手里 我们女士这个会唱歌 在我们今天 我也唱不好 在我们今天整场 要结束之前 我们让他来给我们唱首歌吧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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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他深情依旧 就像催俱长情 绵绵已诉不及 但愿早日上来他消息 挺好听的 比我强多了 我连谱都不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 已经悉数登场 那么今天场上 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那问一下我们陪选谈的 两位先生 你们今天的花要现吗 今天我展示现不现了 女士们都是挺优秀 不是跟我们一号女士 不聊得挺好吗 不现了是吗 有些地方还没聊套 然后下边再走不走吧 行行吧 好的 那原先生呢 不现了 刚才这个我们二号女士 把您拒绝了 有点小张鸡是不是 因为大家的女同事都比我强 因为我各方面 调得也不行 长得也不行 个人也矮 我就不现了 您这么说 把我们和叔说的 是吧 你们俩沾一块一般高的 开玩笑 开玩笑 现在我不现了 和叔不好意思 您别生气 我不是嫌你矮 你那么帅 那问问我们一号先生 来 我今天也就不现花了 也不现了 因为这几位女士 对我有一种压抑感 那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就我们刚才 刚才太漂亮了 三号 我怕人家不要我 我们三号女士 您看怎么样 挺好的 都挺好的 暂时不现花 为什么呀 因为我怕人家瞧不起 怎么会 来 问问我们三号女士 这个我们的张大夫 面对你有点自卑呀 我会吧 我觉得先不用现花 因为以后接触接触看看 所以你看人家 是愿意跟您接触的 花现出去也可以尝试一下 您觉得吗 那下台以后再考虑吧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您手里的玫瑰 我今天不现了 也不现了 也没有合适的是吧 可能年龄的远了 转业啊 可能其他的一些方面啊 最终没有选择成功 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 友伴小程序啊 我们张大夫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在夸我们的这个友伴 在从中其实有很多的 单身的男士和女士 然后都能找到 最起码外在看上去 比较匹配的 然后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嘛 有些像我们选择一样 一直希望大家 能够来到选择的舞台 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相识 只是我们的一个开心 那也希望我们在选择上 能够见到更多的 单身的男士和女士们 那今天的节目到日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选择再会 我说你不会好好说呀 她就开始骂街 我们有一姐们跟着 那都不乐意了 也不吵架 也不生气 对不生气 温柔善良 听你说话声音就直 我爱人在我身边 我跟着大哥 然后我掺着掺着他一下的 过分吗 所有的男的都要往心里去 哪怕啥的 什么斤斤计较也不成 这三位您愿意 跟谁来做一个沟通 这个大哥 跟何先生 我看头行不行 有没有这缘分 印象也挺好的 挺美丽的 您给打多少发 你差一点100 挺满意啊 98 99 那我们观察室的那位先生 您要不要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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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